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,就在那里住宿,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,在那里躺卧睡了。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,梯子的头顶着天,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,上去下来。 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,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,也是以撒的神,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沉沙那样多,必像东西南北开展,地上万族便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 我与你同在,你无论我哪里去,不必保佑你,领你归回这地,总不离弃你,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 雅各睡醒了,说,耶和华正在这里,我尽不知道,就惧怕,说,这地方何等可畏,这不是别的,乃是神的殿,也是天的门。 雅各清早起来,把所整的石头里做柱子,浇油在上面,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,但那地方起先叫露斯。 雅各许愿说,神若与我同在,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,又给我食物吃,衣服穿,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,你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,也必做神的殿。 还你所赐给我的,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,这个雅各他要逃离他的这个弟兄,那么从这个地方,他所要整个这个旅程呢,大概是400,45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。 那么雅各在这里呢,他到了这个地方呢,就是这个伯特利,这个大概,大概是他走了大概50米左右的距离吧。 那么这个同时呢,也是在我们在之前的《装饰界》第12章,第13章看到的,就是说亚伯拉罕他,神像亚伯拉罕显现的地方,然后他在那里,也是一个组了一个坛。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他的特殊的意义在的。 那么我不晓得说,这个雅各他在这个时候,他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? 因为想想看说,他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个祝福。 但是又说,那为什么反而是我必须要逃跑? 那么神的这个祝福又是在哪里? 那么在古代的,在这个时候,其实一个父亲的祝福其实是非常的特别的。 我想在今天也是一样。 那么在这个时候更是如此。 那么,但是呢,我们可以从这个利百加,还有从他弟兄们的这些反应,我们可以看得出来。 但是结果呢,亚伯拉罕他却必须要逃跑。 而且还是神明做到威胁的这种感觉。 也许他会觉得就是说,到底神, 到底是不是他做错了,还是神做错了什么? 还是说神做错了? 就说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这样子? 所以我今天在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,我就看到就是说,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雅各他, 我觉得他遇见神, 以及认识神的一个开始。 就好像, 我们在约伯记当中所看到的, 约伯他说, 我从前风文有你, 现在亲眼看见你, 因此我厌恶自己在成都和炉灰中奥悔。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, 我想不止一次,都需要这样的经历。 因为这是我们,我想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。 我想当一个人, 当他认识神, 或者是当他遇见神更多的时候, 他就会更认识他自己, 或者是说, 他突然看见他自己, 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, 他就会更多的认识神。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看到雅各他就做了, 他就说了这段话, 他也做了这样的事情。 他说雅各睡醒了, 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, 你竟不知道, 就惧怕说, 这地方何等可畏, 这不是别的, 乃是神的殿, 也是天的门。 我们其实在圣经当中看到很多时候, 很多地方当人们遇见神的时候, 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应。 那么雅各他清早起来, 他所整的石头粒做柱子, 浇油在上面,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粒, 就神殿的意思。 那么, 所以我们在这边第13节第15节, 就看到说, 神他怎么样子的跟雅各去讲说, 他是谁,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, 并且神自己与他同在。 就像这个在创世纪之前, 这个以扫给他祝福的时候, 他说, 愿多名侍奉你, 多国跪拜你, 愿你做你弟兄的主, 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, 凡咒诅你的, 愿他受咒诅, 愿为你祝福的, 愿他蒙福。 我想他在这边听到神, 他给他的这个应许的时候, 我想他就可以慢慢的来去了解说, 原来神的恩典, 原来神的意思, 原来神的祝福是在哪里。 我想他有一个比较, 开始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看见。 那么也因此当我们继续看到最后面这三节的时候, 我们就看到说, 雅各他真的是怎么样子的来认识神, 更多的认识神话。 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同样我们可以来问我们自己的。 那么我们在第二十节看到说, 雅各许愿说, 神若有同在,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, 又给我食物吃, 衣服穿。 那么同样的, 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, 在什么时候我们来认识到, 就是说神的能力, 神的大人。 是我们有食物吃吗? 有衣服穿吗? 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? 那么在第二十节还讲说,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, 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 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确信, 去说, 啊, 耶稣啊, 你真的是我的神, 我的神话。 不是, 不单单只是说我父亲的神, 或者是某个人的神, 而是我的神。 那么在第二十节还讲说,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, 把你所赐给我的, 我必将十分金献给你。 那么, 什么是我们的敬拜的地方? 什么又是我们的献祭? 我想这是一个需要, 并且这是一个决定, 一个决定。 我曾经听你讲过什么话, 就是说,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测量我们, 我们心, 我们理念, 我们的心跟神的这个距离。 我想有一个很, 很容易, 可以测量的方式, 就是说, 我们的跟神的距离, 也许就是我们的心, 跟我们口袋的这么的距离, 这么的短。 意思也就是说, 当你做你的十一奉献的时候, 你是不是有那个甘心乐意的心, 你是不是有那个愿意, 来奉献对神的良不愿意, 一个心智, 一个心魂的意义。 好, 那么, 我想用这些话, 来与我们彼此共鸣, 谢谢, 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亲爱主,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, 我们感谢在明你, 就像主, 你自己在约翰福明所告诉我们的, 说, 我就是道路, 真理, 生命, 若不借着我, 没有人能到父母那里去, 你们若认识我, 你就认识我的父母, 从今以后, 你们认识他, 并且已经看见他。 是主啊, 你自己就像, 那两个, 在今天所看到的那天体一样, 主, 你自己拆毁了, 那中间这段, 割开的枪, 使我们今天, 得以回到神的面前, 我们得以称为, 神的儿女, 我们得以说, 阿爸父, 我的神, 所以主, 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, 愿圣灵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, 让我们每天, 每时每刻, 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增长, 都能够在认识神上面有所增长, 主, 我们谢谢你, 感谢主, 将赞美祷告, 奉耶稣基督保卫的名, 阿们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